这是耶稣基督后级圣徒教会的台湾台北圣殿 那这座美丽的建筑物是于1981年4月1号 由当时教会总会宣布新建 并于1984年11月17号完工 并由当时的总会会长团 哥哥跟辛格来会长亲自主持奉献的仪式 那这是全球第31座圣殿 也是目前运作中160几座圣殿当中的其中一座 我们相信那些在今生没有机会聆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 能够一样有机会聆听到同样的讯息 并且借着我们在圣殿当中所执行的这些教义 来帮助他们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圣殿是一个充满意义 并且能够帮助家庭永远在一起的地方 在圣殿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特别的平安与喜乐 以及对神还有对人持久的爱 就好像暂时离开了城市 回到了神的国度当中 尽管圣殿并不是开放给所有的人 但是我们还是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参观 圣殿美丽的建筑外观 而且我们可以透过教会的成员 及传教士来了解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信仰 也能够了解如何准备好自己进入圣殿 我知道圣殿能够帮助家人永远在一起 欢迎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来到圣殿 ун çar 感谢观看